为何中国军人深受人民的爱戴 当三军仪仗队在白俄罗斯出场时 无数海外留学生自豪地向周围人介绍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军队 离别时也依依不舍热泪盈眶 刷到视频的外国人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 甚至以前的中国解放军救灾的照片传到国外 还遭到许多国家的嘲笑 嘲笑中国军队没有警惕一事 休息的时候不仅不拿武器 居然连个站岗的人都没有 这样的队伍能有什么战斗力 可他们却不知道上帝可能不会救你 但解放军会 我国是唯一出来救灾不带武器的军队 只需要戴好头盔 因为外国部队去灾区 难民们朝他们扔的可能是石头 破酒瓶 而中国灾区老百姓朝解放军车扔的杀伤力 最大的就是榴莲 西瓜 有的战士被砸得一头包 所以西方军人手里拿着冲锋枪 腰里别着催泪弹 而我们的战士手里拿的是水桶 扁单 肩上扛着的是铁线和铁鎬 腰里缠着的救援的绳索 然而这一切到了外国媒体的眼中 却成了新型作胎 甚至那些西方国家还说 一个军人只要不是在战场上 因流血牺牲而死 那他的付出是没有任何意义 真是笑死我了 抗日战争时期 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抗美援朝他们一代人打完了三代人的仗 98年长江爆发了特大洪灾 无数人民解放军战士立刻冲上前线 他们每个人都喝下一碗送行酒 穿着单薄的衣裳 一无反顾地跳进了滔滔不绝的洪水当中 每当人民有困难 他们总是冲锋在第一线 就算中国军人对着我举枪 我都会无条件相信我身后有危险 所以外国人真的体会不到 在国外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 看到人民子弟兵的那种心情 突然就有了依靠 就像委屈的孩子找到了妈妈